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是惊艳一众观众 看起来美美的 让人完全看不出来已经奔私了 二 金士正 说到金士正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 这位校园女孩不光唱歌好听还很可爱 唱功了得的她更是连续两次夺得第一成为中心 金士正浑身更是散发着少女特有的明朗多彩的魅力 不断吸引着观众的视线 真的是一位极性感和甜美于一身的女孩 迎接电视剧《虚魔面馆》近身大使演员的金士正 无论是唱歌 舞蹈 人品 甚至是演戏 都拥有一定的实力 人称God 施正 不止如此 施正存在综艺 丛林的法则以素颜世人 干净清新的胭脂 展现不同于化妆后的清纯魅力 果然美女才能经得起素颜的考验啊 身为女团TWICE门面的紫玉 除了获选为2019年全球百大美女冠军外 2020年更是维持在第四名上位圈 美貌得到国际认可 自2015年出道以来 紫玉透过每一次回归转型 从女孩变身 成熟小女人 此前东京奥运会举办期间 并有网友将紫玉误认为是奥运射箭选手 还在推特上公开表示支持这位选手 并贴上紫玉的射箭照片 写下 我爱上射箭代表了 事实上紫玉曾多次登场韩国的特别节目 偶像运动会 更在射箭项目上多次射中9分以上的成绩 就像所有在韩国娱乐圈场当的女孩一样 紫玉也一直小心翼翼的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 如今凭借努力她终于实现自己的梦想 成为了舞台上那一颗闪耀的心 然而回归私下 经常以素颜状态直播的她 也让粉丝一度其自带仙气的天然美貌 光是盯着一幕就能获得幸福 紫玉的外貌其实是标准的台湾美女脸 恨是温柔无害我见游脸 4.J-IDOL 舒华 J-IDOL的毛内舒华也是素颜女神代表之一 曾经高中素颜美照登上韩网热搜的她 被网友封为最强初恋戏女神 经过几年成功出道后 舒华的美貌依旧 尤其以素颜开直播和粉丝交流时 更能感受到她的天生丽质 不用任何挂装品修饰就足够完美 5.妈妈木 华沙 韩团妈妈木的华沙 自出道以来就以强烈欧美风格 性感火辣的舞台实力深受观众喜爱 不止如此 华沙在综艺我独自生活 大方展现素颜 卸下厚重的眼妆口红后 立马变身邻家女孩 自然不做足的个性 简直男女通知 6.笑琳 火辣女团Sista出身的笑琳 除了拥有稳定且变时力十足的歌后外 舞蹈实力更是无可挑剔 实为演艺圈全能艺人代表之一 拥有古铜色肌肤 加好身材的笑琳 把舞台妆容卸出之后 眼神变得更加温柔 年轻 散发出不同于舞台上的可爱气息 7.秀智 自2010年 I Miss A门面兼主唱出道的秀智 凭着有言又有实力的优点 让她戏剧广告代言皆不完 2012年出演首部电影《建筑学概论》 当时除了打破韩国爱情片的票房纪录外 片中她以轻心素颜演出 更是被封为国民初恋 尽管出道已经超过十年 秀智依旧在女团门面中占有一席之地 素颜就已经足够完美的脸蛋 再擦上化妆品 根本显得很多鱼呢 虽然自拍灯光昏暗 但是还是能看到秀智妹子的零下似气肤 微微有点黑眼圈 但是完全不影响美貌呢 素颜这么美才能当国民初恋呀 8.IU 英元女王IU年初公开正规五级先行曲 Colabriti 不但创下英元宝OQ的火爆成绩 当中歌词表达出 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权利 独一无二的美丽的含义 打动不少粉丝 不止如此 此前IU为了呼应新歌Colabriti 在IG上公开多张日常素颜照 在没有任何化妆品修饰的情况下 还能保持如此美貌 不禁想大喊 上天实在太不公平了 9.太妍 少女时代的太妍 除了唱歌实力不在话下外 撕下四次元的搞怪个性 更是让她圈粉无数 已经迈入三十的她 依旧保持宛如高中生的超级童颜 尤其素颜世人时 那动灵美貌 简直和出道初期没有差别 看来这十几年 煎熬的只有粉丝 岁月不饶人 这物资 根本不是用在太妍身上 10.炫耀 育有性感小爷妈之称的炫耀 2018年公开认爱师弟Done后 离开Cube娱乐 重新签约鸟书的公司 事业可以说是迎来了新的高峰 除了经常在IG上面 和男友Done放闪外 也时不时分享工作日常 以及下班后的休闲娱乐 从充满个性的浓妆到精心素颜的面貌 应有尽有 每一种风格都自带 独特魅力 11.Blackpink Jenny 如今的Jenny早已成为 亚洲人气爆棚的流量idol 更被称为人间香奈尔 成为左右新一代审美的风格女明星 而卸下舞台装的Jenny 同时把成熟气息也一并消除 尤其出演综艺 《迷追》里把1000大方展现素颜 加上自带呆萌的举动 赢得不少观众好感 12.宋徽桥 今年虽然已经40岁了 但是人被称作巧妹 提到她便不得不疏一说她的素颜了 宋徽桥即使在路人的镜头下 在素颜时仍然皮肤白皙 面带柔光 皮肤仍然像少女 前一段时间 她和宋中基两人一起参加好友婚礼 剪了刘海后看着十分动灵 并不像是已经40岁的人 真的不愧果明女神的称号 13.允儿 允儿是女子合唱团体少女时代成员之一 12岁时便在SM公司做练习生 18岁时出演电视剧《你说的命运》 林允儿化妆后 哪怕在高精镜头下都看不出任何瑕疵 那么她在卸妆后是怎样的呢 此前在韩宗中 林允儿的无敌素颜更是圈了一大波的粉丝 她在节目中即使素面朝天 脸上满满的胶原蛋白 看着少女气息扑面而来 一双大眼睛灵动极了 真的是素颜女神 14.绣精 Crystal本名郑秀金 被大家昵称为小水晶 在美国出生的她拥有天生的美貌 加上她非常努力的性格 让她在年近15岁就以FX成员出道 她出众的相貌 丝毫不输给任何一个女演员 一双大眼睛透露着清新可爱 此在女团活动期间 她仍被邀请出演了多部知名的影视剧 是人气超高的女爱豆 Crystal的素颜就像她的名字水晶美丽 晶莹剔透的肌肤吹弹可破 一双九九有神的大眼睛 素颜和上妆完全没有差别 布施粉袋也是超级大美人 15.绣妍 郑秀妍 Jessica和郑秀金 Crystal是两姐妹 凭借着家族强大的美丽基因 Jessica回国探亲时 被韩国SM娱乐公司挖掘 并与少女时代出道 在全部是美女成员的少女时代里 Jessica出类白醉的美貌 仍让她成为团队里最善良的一颗心 可惜2015年宣布退团 让无数上市的粉丝惋惜遗憾 真人秀节目Jessica和Crystal 公开了正式姐妹 Jessica和Crystal可爱的卸妆画面 卸取华丽妆容后 二人无瑕肌肤和清秀五官 跃然镜头 完美素颜令人惊艳 镜头中Jessica即使没有妆容加持 皮肤状态也十分少女 仿佛吃了仿佛剂一般 卸致通透十分魅力 而且Jessica在腹呼上也有些片门 关键是不会 16.李盛金 李盛金参加超级模特选拔大赛出道 霍银出演多部影视剧成为炙手可热的女演员 她虽然不是传统的美女典型 但却有种说不出的迷人风采 长发很有气质美丽 短发俏皮可爱 她与众不同的美让她拥有超高的辨识度 她作为YG的model 不仅会跳舞 会唱 rap 攘情实际 连架子鼓也玩得溜得飞气 最重要的是 她的好身材简直逆天 如此高颜值好身材的她 怎能不爱 卸妆后的圣经妹质 颜值丝毫没有差 妆前妆后几乎没有分别 无关立体 肌肤紧致通透 饱满的脸蛋好像一股清泉 舔到人的心里去了 17 彻影忧 彻影忧到底有多帅 可以让男粉丝当众疯狂表白 而彻影忧也真的不愧被大家称为脸蛋天才 前年彻影忧也是公开了自己的卸妆视频 当时小世界也是很好奇的打开了视频 毕竟平时在荧幕中超级帅气的男神 私下素颜是什么样子呢 差距太大的话我可是要伤心了 但看到卸妆前后对比招才发现 是我想多了 视频中卸了妆的顺影忧 不论是眼神深邃度 美貌浓淡 与嘴唇的纯色 几乎都与上妆时毫无差异 另网友怀疑自我直呼 有卸妆吗 根本一模一样 还是只是擦乳液 哪个有化妆 哪个没化妆 不管如此 大家发现 这个不执掌的帅 却连肤质状况也保养的很好 18 金西彻 说到素颜也完美的男神 当然也少不了西大 众所周知 在SM颜值及正义 当时金西彻进入SM表演的歌曲 竟是国歌 而金西彻的美貌 更是被官方认真了的 影音惊艳了时光的长相 她还被大家调侃为 领袖门花田里最美的花 可见对于金西彻的美貌 外界的评价有多高了 而在直播的时候 西大也是各种素颜出镜 但皮肤状态稍好 真有研究人性 各种怼脸拍 还蠢素颜 就没带怕的 38 岁素颜有这个状态 真的很棒 19 东海 不得不说 李东海36岁的状态 真的很不错 胭脂太傻了 让人不得不感叹 帅哥真的不会老吗 东海的五官整体而言 是偏清秀的 宽颜巨和不饱满的面中部 赋予了他为人称道的童颜感 张永涵没报道 形成东海外貌 元祖雕刻美男爱豆 纯情漫画主人公般的外貌 素颜也很注目的寒流男神 等等 五一不再称赞 都说相由新生 尤其是25岁外貌成型之后 一个人的精力 沉淀 修药 都会体现到外表上 那么 你已经36岁了 依然有这种 眼神和笑容的李东海 大概真的是天使吧 看看日常直播中的素颜东海 这颜值也太能大了吧 看完以上明星素颜对比照 有没有很羡慕呢 想不到大家吸取精致妆容后 还能保持完美样貌 根本没有黑历史可验 化妆对女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因为化妆不仅可以遮盖住自己容貌上的不足 还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加自信 不过有的时候太过浓张艳抹 也可能会带来相反的效果 并且如今很多人越来越喜欢天然不加修饰的美感 而娱乐圈女明星的颜值 大多取决于精致的妆容和华丽的包装 去掉妆容和滤镜 没有了包装 有的女星虽然素颜扛打 但魅力值也是大打折扣 在这种情况下 那些自然真实敢于直面素颜的女演员 就显得更加珍贵了 今天小世界就为大家盘店几位 韩鱼圈当中的素颜女神 她们每一位素颜都非常的亮丽 让我们来看看哪位的素颜更胜一筹吧 1.韩素希 提起韩素希 相信不少小伙伴都看过她演的影视剧作品 嘴翠美小三专业户的她 在她残演的影视作品里 几乎都是以小三的角色出现在音频上 让观众又爱又恨 韩素希的面容清新秀丽 气质温婉优雅 五官精致 长相好看的她 自出道前便由小宋慧桥指称 说是韩国新生演员中的第一神演也不为过 说所周知 韩国是以整容而闻名全世界的国家 而韩国的娱乐圈里面 不管是男明星还是女明星 大多数都有过整容黑暗旧历史 在娱乐圈里面 纯天然的美女明星并不多 像韩素希这种天生励志的 纯天然脸蛋的女明星 更是少之又少 哪怕在素颜出镜的韩素希 她皮肤和脸蛋都依然精致好看 妥妥的一位天生励志的素颜女神 这样的纯天然美貌 真的就是老天爷喂饭吃的程度 韩素希经历了几年的无名时期 最终能够被大家认识 作品广告邀约不断 也是真的为她感到高兴 二 艾优 有国民妹妹支撑的艾优李之恩 不仅是非常知名的歌手 转机演艺界更是实力派演员 2019年艾优在德鲁娜酒店中 饰演仙气社长 演技更是获得众人好评 出道14年来 脸上没有一点时间打磨过的痕迹 按照这个趋势来讲 说是韩国女星中的童颜最强 应该也不算过分了 少女感失足的艾优 每次现身都会软化一种 老阿姨老司机的心 不仅如此 艾优的素颜好状态 也非常令大家羡慕 之前艾优在录制韩国综艺节目 带轮子的家时 曝光了她素颜的状态 没有精心的装扮 就非常的随性穿着着家居服 完完全全素颜着 披着长发戴着眼镜 他们出来已经27岁了 就像是大学生似的 有网友更是再度翻出了 她刚出道时的素颜照 两者对比真的是长得越来越美了 其实艾优素颜的状态 并不是第一次了 过去的节目中 她也有展示过她的素颜状态 加上平时无论是什么场合 或是出演电视剧 艾优都是偏向以清淡的妆容亮相较多 而被网友翻出的素颜照 更是当时艾优刚出道时公开的 照片中可以看出艾优脸有些肉肉的 有着婴儿肥 眼睛是非常明显的单眼皮 看起来比较眉神 不过可看出 当年的艾优非常的稚嫩和青涩 如今已经快30岁的艾优 还能保持着青春的气质 可爱的外貌 真是让人非常的羡慕 3.韩志明 韩志明出道至今近20年 演出过多部经典电影与韩剧 和无数大咖演员合作 并获得多项大奖肯定 是韩国公认的实力派女演员之一 事实上除了演技和人设之外 韩志明的颜值也是很高 多次和玄冰合作的韩志明 还曾被对方胜赞是第一美女 最美女演员 虽然有开玩笑的成分 但是玄冰对韩志明的欣赏 却是不言而喻 毕竟玄冰的妻子孙艺珍 也是韩国的顶级美女 但玄冰却从未这样称赞过对方 2018年在电影《白小姐》中 韩志明演技大爆发 片中她更是甩开过往的 邻家女孩形象 以几经素颜演出《命运坎坷》 离群所居的白象牙 精湛演技让她一扫 不过近几年韩志明的人气 明显下降了不少 好在上半年参演 我们的蓝调再度掀起一波热度 还是希望女神接下来 能够带来更多的惊喜 4.金太希 说起素颜女神 绝对少不了韩国第一美女金太希 而且她不仅是韩国第一美女 也是韩国娱乐圈智商最高的女性 或许一听到韩国美女这样的形容词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会是后天加工来的 但金太希能稳坐南韩第一美人暴坐 是因为不管是幼儿园时期 还是最尴尬的青春期 金太希就没有哪一天是不漂亮的 而如今她已经42岁 但依旧保持着动人的高颜值 看不见岁月痕迹的仿佛及美貌 令人赞叹 从她更新的自拍照 可以看到 透亮无瑕的洞灵美妻 依旧令人惊艳 让人不敢相信 她已经是一位42岁的宝妈 吸引网友留言大赞 美貌临死角 之前金太希为女儿举办生日宴时素颜出镜 即使和小孩坐在一起 也丝毫不显老 依旧美颜动人 果然岁月从不败美人 五 全智贤 全智贤应该是无数人心目中的女神 自从出道开始 全智贤就已经走上了 她演艺道路的巅峰 从90年代开始 全智贤就已经开始出道了 至于纯天然美女 全智贤的五官 从那时候开始就已经非常难打了 绝对是天生的明星 天生的女神 所以从小美到大的代表人物之一 全智贤19岁的旧照 也是360度无死角 超近距离的镜头 直接怼脸拍照 全智贤都能够完完全全的hold住 而且全智贤还是完完全全的素颜出镜 素颜的皮肤就特别的通透 而且皮肤上虽然有明显的清晰可见的雀斑 却仍然让全智贤看起来很美 完全没有影响到她的任何美貌 而如今40岁的她 颜值也依旧扛大 在被路人拍摄到的照片中 可以看到 她依旧像电视剧中的一样 气质漂亮 网友的拍摄角度并不算好 但是能仍然看出全智贤立体的五官 白皙的皮肤 整个人的状态也是特别好 和荧幕上的女神范如出欲者 和朋友交谈时十分轻松自在 挂着笑容 这已经不是有网友第一次 我于全智贤了 去年同样在咖啡厅 有网友碰到了全智贤和朋友们聚餐 网友直言全智贤就是纯素颜 并没有化妆 只是简单的聚餐 甚至能看到脸上的一些雀斑 不得不感慨全智贤对自己的颜值 太有信心了 从网友的这些照片中 完全已经看不到全智贤 今年已经40岁了 40岁还能拥有这么耐打的素颜 可以说是十分少见了 6.宋慧乔 前不久41岁的宋慧乔 在社交平台晒出一组 他和爱宠Ruby一起外出的生活照 素颜出镜 41岁的生徒状态 真的是令人羡慕 十年如一日的颜值 依旧美丽如初 清纯自然的肌肤的状态 仿佛吃得仿佛剂般的逆龄颜值 丝毫不像41岁的人 休闲造型简易穿搭 私服搭配 尽可能选择一些轻便舒适的造型look 加上他几乎素颜出镜的状态 肌肤依旧白皙细腻 光滑紧致 闭上妆后的效果 优秀不至多少倍 自然清秀 零下自美极 仿佛吃了仿佛剂般的动力颜值 让不少粉丝 纷纷留言夸赞 姐姐太美了 回顾2000年 乔妹出演蓝色生死恋中的尹恩希 即使如今20多年过去 岁月对他似乎格外的宠爱 尽管他如今41岁的年纪 依旧保持着吹弹可破的雪白美极 整个容貌几乎没有什么大变化 即使经常对着镜头素颜出镜 近看林毛孔无瑕疵的皮肤 令不少网友纷纷留言夸赞 巧媚洞灵有数 7.孙艺珍 孙艺珍是韩国天然型的美女代表人物之一 孙艺珍有双迷人的大眼睛 柔情似水的外形 处处动人的神情 清新的气质 既有颜值又有眼气 孙艺珍的皮肤一时好到挑不出瑕疵 他素颜比我们化妆还好看 虽然如今已经40岁 第一的变化就是气质更加沉稳了 他脸上胶原蛋白十足 素颜就是大家口中的鸡蛋剂 一点也不属小花们 而前不久孙艺珍一时宣布了 怀上宝宝的好消息 时隔4个月过去 最近孙艺珍的怀孕近况也随之被曝光 有还没曝光了孙艺珍顶着小肚肚 在摄影棚拍摄饮料策划的营业照 从照片可见 虽然目前他已经怀有4个月身孕 但除了那小小龙脊的肚皮以外 其他部位一点都没有变胖 不论身材还是气色都照顾的相当的好 不愧是公认的国外女神 8宋之孝 说到宋之孝 现实中的他也是个年龄沉迷的典型例子 初到20年 几乎每次亮相营业 颜值和状态都会成为热搜话题 而且姐姐私下的画风也很随心洒脱 最出圈的应该就是他素颜路跑难 各种死亡角度也完全没在怕 妥妥的有言任性 从姐姐晒出的日常照也可以看出 虽然他眼下有些细纹 双眼皮也比早期变窄了 但皮肤肌理细腻 肤色均匀有光泽 紧实度也很好 只需少许淡妆点缀即可 虽然宋之孝 如今已经41岁了 但仍然敢素颜出镜 颜值不显当年依旧能打 真不愧被称为韩国第一素颜女神 放眼如今的娱乐圈 太多雷同的嘟嘟唇 膨胀的苹果肌 比起这些还是自然的脸庞更加打动人 看完这期视频 你眼中的素颜女神是谁呢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小时节的视频 可以点击订阅关注 喜欢谁就告诉小时节哦 小时节会每天给大家更新最新资讯